中国的海斯一号C波段SAR摇杆卫星对乌克兰局势进行了怎样的观测,其对于中国卫星的发展有着怎样的作用? 现如今全球最大的热点无疑就是乌克兰的局势,从乌克兰向俄罗斯宣战的那一刻起,这就立即成为了全球瞩目的焦点。 全球的目光都已经聚焦在了乌克兰局势上,这也使得各国人民的神经紧绷,时刻关注着乌克兰局势的最新动态。 然而,除了人们可以通过社交网络来关注乌克兰局势的最新消息,中国则可以通过卫星云图来关注乌克兰局势的最新动态,并通过对卫星云图的对比来对乌克兰局势实行实施监测,并通过公布卫星云图来播报前方的最新动态,以此来以卫星的视角时刻关注乌克兰局势。 此前,据环球时报报道,中国商业化SAR摇杆卫星数据服务商天移研究院旗下的一米分辨率海思一号C波段SAR摇杆卫星,获取了战事热点地区基辅鲍鲍里斯波尔国际机场、哈尔科夫机场、梅里托波尔空军基地,以及奥德萨港的高清卫星影像。 下一步,环球时报还将联合天移海思一号C波段SAR摇杆卫星,带来乌克兰热点地区的最新影响,以卫星视角持续关注俄乌局势的发展。 正是有了中国的海思一号C波段SAR摇杆卫星,才可以使人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和关注乌克兰局势的发展,并以此来提供最新的卫星云图,让人们更加直观了解乌克兰局势的发展。 此外,中国的海思一号C波段SAR摇杆卫星还发挥出了打假的优势。 就是此前有国外媒体发布消息称,乌克兰军队为了阻止突入乌克兰哈尔科夫地区俄军的前进步伐,乌克兰军方炸毁了位于哈尔科夫市东部的佩切尼吉水库大坝,以此来阻挡俄军前进的步伐。 但是不久就又有消息称,乌克兰佩切尼吉水库大坝是被俄军给炸毁的。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这两则新闻使人感到十分懵。 那么到底是谁把这座大坝给炸毁的? 这完全让人有点找不到北,甚至对新闻的真假产生了怀疑。 但是,中国在看到此类模棱两可的信息后,就发挥海思一号C波段SAR摇杆卫星的优势, 对此地区通过卫星进行了勘测,并且通过拍下运行云图,以此来辟谣,来狠狠打国外媒体的脸。 据《环球时报》报道,天仪研究院海思一号C波段SAR摇杆卫星拍摄的最新照片显示, 位于乌克兰哈尔科夫以东50公里处, 佩切尼吉附近的北顿涅茨克河上的水库大坝依旧完好, 水库下游未见受水灾区域。 经卫星影像判断,佩切尼吉水库大坝在俄乌冲突中被炸毁为不实消息, 是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是完全造谣的。 因为我们通过海思一号SAR卫星所拍摄的卫星云图, 可以很清晰直观地看到,大坝仍然是完好无损的。 国外媒体发布说,大坝被炸毁的消息显然就是造谣的, 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这应该要受到严厉谴责的。 中国海思一号C波段SAR摇杆卫星在此前打假的过程中, 发挥出巨大的作用,也使人们对中国卫星的发展感到心服口服。 值得一提的是,据《环球时报》报道, 海思一号C波段SAR摇杆卫星是中国首科对标国际先进指标的, 基于有源相控阵天线的米级分辨率,C波段商业SAR摇杆卫星。 该卫星的广泛应用极大填补了中国在商业SAR摇杆卫星上的空白, 这也使得中国在SAR摇杆卫星上取得了飞快的发展, 有着极其大的突破。 那么,中国的海思一号卫星有怎样的作用? 据悉,海思一号C波段SAR摇杆卫星, 是由厦门大学等单位根据海洋科学研究与摇杆应用市场的需要提出需求, 天移研究院联合中国电科38所共同研制。 海思一号C波段SAR摇杆卫星是中国国内首科对标国际先进指标的, 基于有源相控阵天线的百公斤级一米分辨率C波段商业SAR摇杆卫星, 可以穿透云层,不受时间和恶劣条件限制, 获取全天时全天后的二维高分辨率雷达数据, 将海洋动力环境参数的摇杆繁衍、海洋灾害监测、 洪水监测和地表形变分析等提供支持。 它仅有185公斤,厚度仅7.5厘米, 但能实现巨数模式一米分辨率, 有源相控阵天线的能力。 海思一号卫星于北京时间2020年12月搭载长征8号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并开始正式投入使用。 此后,中国首科商业SAR卫星海思一号卫星成功获得首批载轨SAR图像。 这也是海思一号卫星的首次成像工作, 其所捕获的图像信息涵盖城市、山脉、田地、河流、湖泊等典型地貌。 因此,中国的这一款海思一号C波段SAR摇杆卫星将在多个地方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也为中国摇杆卫星的发展带来了助力。 海思一号卫星作为中国天移研究院的最新研制成果, 也将继续促进中国摇杆卫星的飞速发展。 而且,这也是中国在雷达卫星上取得的巨大成功。 虽然中国海思一号C波段SAR摇杆卫星是一颗雷达卫星, 但是在其研制的过程中也加入了许多创新的元素。 这具体现了雷达卫星的优越性, 而且还打破了原先卫星抱着雷达的模式, 实现了中国国内首次采用的雷达和卫星一体化的设计。 这就使得海思一号卫星的重量比与其他指标相近的SAR卫星的重量要轻很多。 此外,中国海思一号C波段SAR摇杆卫星在材料的选用上没有选用成本极高的军工级器件, 而是采用了工业化产品来替代。 这样不仅让卫星成本降了几十倍, 同时也让卫星的体量降了几倍, 并可以采用可折叠的设计, 使得其在发射的时候占用的火箭空间更小, 能够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发射成本也大大降低。 再加上,中国海思一号C波段SAR摇杆卫星 采用的是SAR合成空间雷达, 是一种先进的摇杆雷达系统, 能够在全天候复杂条件下观测地球表面, 这对于保障国防作用巨大。 觉得一提的是, 随着海思一号C波段SAR摇杆卫星的问世, 大大填补了中国商业SAR卫星的空白, 实现了商业SAR卫星数据的国产化, 使中国天仪研究院成为国内首家运营SAR卫星的商业公司, 也成为全球范围内GICEY和Cappler之后第三家商业SAR卫星运营公司, 因此这才使得中国的海思一号C波段SAR摇杆卫星可以在全球通用, 并且可以通过高清的影像来对乌克兰局势进行时刻的关注, 这也使得中国可以借着海思一号C波段SAR摇杆卫星亮眼于世界, 可以使世界对于中国的卫星有更多的认可。 相信随着中国卫星技术不断完善, 将会使得中国海思一号C波段SAR摇杆卫星在更多的地方发挥着重要的探测作用, 这对于中国保卫国防具有重要的作用, 并对提升全球态势感知有着重要贡献, 继续加快促进中国卫星的发展, 加快中国卫星走向世界的步伐, 从而可以在世界卫星的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